各位准备参加明年暑期打工的同学 如果你不能到现场听说明会或发问的话 请你将这个影片看一次 如果还看不懂就建议多看几次咯 那如果有家长也想了解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影片转给家长看 因为这样子才能彼此都了解 也让家长可以放心 世界旅学在协助跟媒合工作的方式 以及向行前说明会 或是到了美国的相关协助的流程 那再来是美国打工旅游呢 这个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宣扬美国的文化 然后特别设计一个给国际学生交换的计划 而且需要国务院去执行 那不是说每一个sponsor都可以来申请这个计划 待会后面会说明 由于只有在学学生及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 所以每年几乎有十几万的大专青年 从世界各个地方前往美国暑期打工 申请资格就是年满18到28岁 那你正在大学啊或大专院校就读的 学士学位研究所或者是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参加 你必须提出学校的全职在学证明文版 那如果你是就读日间夜校还有在职专班都可以申请 然后需要具备的是基础的英语沟通能力 因为你必须通过笔试还有英语口试 所以通过笔试之后 我们才会请你确认是否要透过世界旅学参加美国暑期打工 那工作期间呢 建议是6月1号到9月30号 建议10个礼拜以上 那6月1号当然是应届毕业生的同学才能参加 因为像你还在学的话 你不可能6月1号还没考试 你就去吧 那什么是sponsor呢 sponsor就是在国务院上面可以执行美国暑期计划 也就是J1签证的sponsor才能够申请 那他已经在美国有50年的经验 所以是非常久远的哦 你看他从1968年就开始成立到现在 然后sponsor我们的inter exchange 他拥有超过60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公司以及组织 那在台湾呢 我们是可以授权我们以招募台湾学生为主的合作代表 那协助在台湾招募学生啊 审核计划啦 或者是想要申请合格签证的人选中选出 跟外国雇主啦 可以跟外国雇主共通交流 或者是可以跟国外的学生一起生活 还有一起工作 然后来提前做准备 那国务院授权sponsor可以合发DS2019呢 sponsor必须在学生参加暑期打工计划中 协助学生处理相关的事宜 那如果没有经过美国国务院授权的sponsor 是不能办理暑期打工计划的 这个要特别留意哦 因为你的签证也就是DS2019是合发不出来 到时候你没有签证 你到你还硬要到美国去工作的话 就是违法的 那sponsor还有更多呢 是他会在审核雇主资料的这一块 因为要把关学生的权益 所以有工作之后才能去办签证 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还有就是雇主跟求职者呢 做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去做资讯的整合 所以你看到的画面 也就是雇主可以看到学生所有资料的画面 那你看到的雇主的一些类型 待会会说明 那雇主看到求职者就是 只要透过sponsor去媒合到学生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看到全世界的学生 那然后再来看他要挑哪一个国家的学生 所以我们在行前说明会的时候 都会提醒学生 你是以台湾这个国家去代表 去美国打工 而不是你个人 所以你的表现非常的重要 那什么是美国客服的平台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学生都很晚睡 对不对 所以你们已经很早在进行这个调整时差了 如果说有些问题 你不想等到白天再问顾问的话 你可以在24小时留言询问 就是右下角这个地方 美国机构的线上客服 当你已经是我们的会员 已经缴完资料之后 才能够登录去询问 就是相关的雇主问题啦 或者是其他的时数问题 或者是工作契约上的问题 以及像到了之后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当然这个我们先前说明会会讲 所以线上客服的话 就是让你即时想要询问 又不想要有时差的话 你愿意去用英文跟sponsor做联系 就可以透过线上客服去询问 那询问的方式 像左边这个一个新的对话 new conversation这边 你就可以点 然后你看线上有这么多客服 去回答你问题 然后这个是机构人员的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问他问题 然后他会回复你哦 上面就是他的回复 你看s有没有 就是他的简称 第一个简称 然后下面你再是在一起回复 而且有的时候 你会在你的email里面 去发现机构的回复的内容 你会寄到你的信箱 以上是不是看起来 好像还蛮有挑战性的 那到底怎么申请 成为世界旅学的会员呢 首先第一步 刚刚前面有说填写笔试 笔试通过之后 我们会在line上面贴一个 加入会员的准备事项 那加入会员之后 当然人必须来现场 如果你真的可能在外岛没办法到高雄跟台北去填写契约的话 请你邮寄到台北或高雄的办公室 那再来就是下一步 第三步骤是英文的口试 所以口试总共有1到10分 那最低不能低于5分 当然我们会有回复说 为什么低于这个成绩的理由 那如果说没通过的话 7月上也会说退费是多少 那能不能有机会再进行 补考口试就要看你的状况 那口试完毕之后 在你加入会员的两个礼拜之后 line上面的小编 会提醒你要上传你的所有文件 那我们都是直接网路上传 你不需要人到现场 是不是非常方便 然后上传完毕之后 在11月的时候 就会由sponsor开启 可以这个系统可以去让你煤盒工作了 那世界旅学的煤盒工作方式 其实也是sponsor的煤盒工作方式 待会会说明 那煤盒到工作之后呢 是第六步骤 获得工作 也就是在获得工作 是从可能你11月 一旦可以开放煤盒工作之后 你很幸运就有工作了 一直到5月底 这个之间你都会有 可能工作煤盒到的 反正就是在这个期间 可以煤盒到工作 那有工作之后呢 就要等待DS2019 才能给你去申请JY 那绝万签证 那绝万签证的话 我们有教学 到时候会提供给你 然后在行前说明会 就是出发前的两个礼拜 或者是六月份的第一周 就会有行前说明会 那这个日期的话 也是到时候都会公布的 然后再来就是出发了 所以以上就是一到九 成为我们的会员的一个顺序 那什么是上传系统呢 点入这个连结之后 就是会看到右边的画面 所以跟刚刚有提到的 加入会员开始的一些流程 是相呼应的哦 然后当然是有锁上密码 就是成为会员之后 我们才会给你密码去准备 所以你看总共是有九个步骤 要去执行 有一点挑战性啊 就是在拍影片的部分 会有挑战性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世界旅学会有 其他同仁去审阅你的文件 所以审阅文件的话 请给我们两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因为人数会比较多 然后因为必须核对完之后 才能告诉你们 每何时间的日期 是什么时间会公布 那你才能在网站上去看 哪一个地方有雇主需要的条件 你就可以去梅合工作了 那什么是系统让你选工作呢 就要来这边就要仔细听咯 第一个是一个方式是双向的 刚前面也有提到对不对 线上梅合的工作系统是双向的 雇主也是使用同一个系统 那右边的话 不用我多说吧 就是这一些是你可以选的职位 那下面地区呢 就是请尽量多勾选一点 因为如果说勾选完之后呢 会有更多这些地区的雇主 看到你的资料 那他对你的履历有兴趣之后 他就会直接给你工作 或跟你约Skype面试 那再来是如果迟迟收不到offer的话 可以怎么办呢 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是增加职位及地区的选项 所以譬如说这个人选的Sky Services 很奇怪啊 那因为夏天没有办法滑雪 对不对 所以尽量多一点选择 就多勾一些 然后再来是地区 看他只有勾一个跟两个 有点太少了 所以其他地区的话也可以去勾 那第二个是参加美国机构的Job Fair 但是他是线上的一个Job Fair的形式 所以待会会说明 那这边的话就是在增加告诉你 Positions职位的更多职缺公布给你 所以如果你对于内外厂都不排斥 像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排斥 反正有工作给我就好 因为我着重的是 之后我要去旅游的部分 所以我对于职位倒不是那么的在意 所以我就可能会多勾一点 反正工作下来我确认完没有问题之后 我就会确认这份工作了 那筛选器呢 就是左边的这一些 你有勾了职位对不对 那自动媒合的方式就是勾选这边的职位 然后再雇主的类型 像Amusement Park就是游乐游乐园 然后Bakery跟Bar Bar尽量不要选啊 因为可能他会需要你有执照才可以 那你筛选完之后呢 这一个355的Job List 就是你筛选完的之后的职缺 然后像这边有一个照相机 他就是可以看目前有什么照片 让你去看说 这份工作他的宿舍啦 还有他里面的环境 然后像那个时薪8.5 一周工作几小时 他在OH就是state的缩写 所以你们要自己去确认哦 像Ohio Putin Bay 就是他的city的名称 因为州的前面是city 然后他的地区在Midwest 所以你可以去看 好像这个地方是还蛮多工作的 所以你在Regions那边 就可以开启更多的选项 然后再来是他的饭店名称 Anchoring就是这边 然后他有几个Positions 有四个 那有没有小费呢 有会有小费 然后Maybe Overtime 就是可能会超时 然后住宿是有提供的 因为宿舍在出国的这一块是蛮重要的 如果他没有提供 你也愿意再透过自己网路上寻找的话 那你就自己同意这一份工作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刚刚针对 点入进来之后 你看他是Food Prepared Preparation这边 所以他有两个职位 两个名额 然后有小费 然后可能有Overtime 有宿舍 这个还不错 而且你看他有照片哦 然后他是New Jersey的这个地区 然后时薪跟一周几个小时 然后雇主名称 他的类型是cafe 然后雇主希望开始的工作日期 跟结束日期都在显示在这里 那住宿的押金 Deposit 他是没有押金 然后房租是一周一百 然后工作内容跟相关的说明都在这边 所以是非常清楚的哦 那再来是前面有提到 如果你一直都收不到offer的同学 一月份会陆续开放线上skype的job fair 那我们一旦收到job fair的雇主资料 就会po在我们的网站上给你 所以你看像滴滴 就是Dunkin Donuts 还有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一个岛上的hotel跟in 那再来是Olympus 就是这边 然后还有什么resort啊 或是吃饭老公中村 也是有Senters Village 然后还有其他地方 就是interview date 你就可以上网去看 那再来是你的学生系统里面呢 如果你想要安排一个interview 是sponsor的job fair 你就可以去点入雇主 目前有哪一些可以去选择 让你去面试的 所以自己要准备 要去申请skype的账号 因为到时候要填入哦 那以上这么多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都不是着重在说 我们有哪个地区的工作 而是让你知道 我们协助同学的方式 其实目前全台湾有六家可以选 那就由同学自己去评断 你要参加哪一家的安排 那我们呢 是有CJ服务许可机构的 就是我们是劳动部底下的一个CJ服务机构 我们是257号 那我们主要都是以一对一的line去回复同学 那有时候如果假日没有回复的话 还请你见谅 因为我们希望让顾问或是小编可以多休息 所以尽量在一到五的时间去询问哦 那如果假日没有回我们就会礼拜一看到你的讯息 就会马上回了 然后各种文件的线上画 这个比较有趣的是我爬文去搜寻看到 有人有人发说 哎我们有各种文件的线上画还蛮方便的 他就不用一直爬 因为传统的方式都是一直到现场询问嘛 那我们是每个系统呢 或是各种签证的范本 都是线上画线上的教学让你看 还有J1签证的教学也是线上画让你看 还有行杰说明会 这个是一定要本人到现场啦 还有像哪 DS209也是本人要到现场 所以基本上你会主要 如果没有空的话会来三次 那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可能就会再约其他的时间 然后行杰说明会的话 是右边有这个使用手册蓝色这一本 然后如果说你当天听完之后一定会有点忘记 那我们也是有线上影片让你复习 然后刚有说的使用手册 我们全部同学几乎都带去 而且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 就可以翻到那一页去看怎么写 那抵倒美国之后呢 sponsor是临时差的协助你 所以像这一个 就是线上客服一点入之后留言 就会在sponsor的一到五上班时间 就会尽量尽快的回复你 那回台湾之后呢 隔年会提供这个退税的教学 对退税教学 那这一张就是劳动部的 私立就会服务机构许可证哦 那像常见的问题点入之后 那这些的常见问题呢 就是刚刚提到了 你出发前有一些准备啦 签证问题 工作问题 机票问题 住宿问题 还有其他问题都在这个网页都可以去看 目前你遇到什么困难 就可以点入去了解说 我该怎么去解决我的问题 再来是我们有很多的会员分享 那你就可以了解说 这个地方有谁去过 那他们是怎么一开始在美国适应啊 或是怎么跟同事相处 或者是在安排旅游方面 是不是有特殊的用使用的app 或者是他们在购买东西方面的话 也都会有一些分享哦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提供各类的实用资讯 对不对 像保险 美国打工是有包含保险的 然后还有签证资讯啊 或者是退税啊 还有出发常见问题都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我刚前面提到的 我们有线上的实用资讯 比如说你想看会员分享 你想看实用资讯 你想看旅游资讯 或者是你有一些意见想要反映 那你对于这个工作满意度调查 我们非常的重视 因为你这样子才能一起帮我们 也算过滤 因为不是每一个sponsor的协助的人员 都可以到现场去确认这雇主的状况 那当然世界旅学的同仁也没办法说 每年都到每一个学生的工作地点 去看你们工作的情况或宿舍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希望请各个同学 尽量协助我们填写满意度调查表 针对不OK的雇主 我们就会翻译成英文 来提供给sponsor去确认说 这个雇主他们明年要不要再进行合作 然后再来就是线上的行钱 跟线上意见反应申诉 这两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就可以扫了QR Code之后 就可以去看里面什么内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你们出发后才会用到 所以我目前就不先讲 因为这个行钱说明会 也会再特别的说明 那再来呢是常见问题 我抓出比再回复的 再让你们回顾刚刚前面有提到的部分 签证是什么类别 是J1签证交换宾客证 所以不是ESTA 那ESTA在下一页也会说明 所以必须到台北的AIT面谈 那这个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 要交给国务院去进行审核OK的计划 所以不是每一个sponsor都可以参加 这个J1的交换宾客证的计划 然后sponsor呢 要可以开DS209的机构 全美只剩下39家哦 然后我们是有CJ服务许可证 那如果说有想看 那我们来看sponsor好了 因为这个对同学的权益比较重要 那来看sponsor 你要搜寻什么program呢 就是Summer Work and Travel 然后你看目前 我看还是不是39 总共还是39家 那你看 英特尔的话就是在这边 它是在Wall Street 所以是很市中心的地方在纽约 那你就可以点入看 我们的sponsor 然后你看马上就跳出客服了 好可怕 而且我们不会一直讲说 我们有什么工作 而是你不能做的工作 所以带同学快速看一下 不能做的工作有哪一些 譬如说这个是在私家提供的 像老人照顾啦 或是像小孩照顾之前都不行 还有园丁也不行 然后我看看 有特殊的J1签证的 像营区啊 营队 还有顾问啊 或是实习跟培训生 这个都不行 就是不能额外做的 然后其他的在行政说明会的时候 还会再跟你们特别说明 因为这个是在找第二份工作的时候 也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那最后就是跟同学比较有相关的 出发前的花费 预计是11到13万 那当然不是一来报名的时候 就要假交这么多的费用 那专案费呢 世界旅学是五万三 五万三千 那报名费是五千 就是从你听完之后 你确定要透过世界旅学来帮你安排美国打工 你要先缴五千块 那工作申请费就是你上传文件 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你报名之后也口试完毕了的两个礼拜以内 你要将文件准备完毕 那这个时候就同时缴交三万块的每合费 那预计呢就是从你报名到期间啊 就是你抓报名之后的两个礼拜就要缴交三万了 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就是到11月底几乎就已经额满了 所以我会先抓这个时间 那尾款就是你获得工作之后要缴一万八 所以预计是可能你11月上传就马上没合到 你差不多就要缴交咯 所以也有可能是12月到5月啦 或者是1月到5月这样子的时间点 那签证费呢 通常是在隔年的三月底之后到五月份 你要缴个签证费 不是缴给我们 是缴给美国在台协会 那J1的签证费是160美金 是用划拨或转账的方式 那在台美国在台协会 它上面就会有提到今年的汇率多少 然后他们是收多少的台币 所以只要缴交台币就可以了 然后Sivis也是必须要缴的美金35元 必须线上刷卡 所以你没有Visa金融卡的同学 你赶快去银行或邮局开启这个刷卡的功能吧 或者是你有学生信用卡的话也可以 或者是刷朋友或爸妈的卡都行 那这个的话就是再提醒一下三到五月左右 然后是一定要缴的 大概加起来差不多六千以内 那机票的话 我听说今年是有人分开买啦 就是先买单程或是直接买来回 那就看你们咯 预计台币三到五万左右 那机票的部分你在契约书上面都会听到 就是建议拿到签证之后再去买机票吧 正常的流程是这样子 所以预计是三月到五月左右 就是台币三到五万 那当然依照地区西岸比较便宜 东岸稍微贵一点 那也有同学他是东岸去去工作 西岸回来就是他去西岸旅游 那生活费的话 因为美国是两个礼拜里一次薪水 所以先带八百以上的美金 因为太低的话 万一你需要缴押金 住宿押金的话也怕不够 因为你到当地之后 三餐还要自理 就是还要采埋啊 一些其他的生活费 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十一到十三万左右 又让同学有一个心理准备哦 再来是提到的出发日期跟回国日期 像在学生的话 你出发日期预计是期末考之后 六月二十五号到六月三十号 那这个日期请你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到时候机构申请书一定会填到出发日期 那这个也跟和发DS209有关 所以尽量不要写错 写错要更改又要再花一笔钱 那六月十五号呢 预计大概都这个礼拜会考完啊 所以请你跟去年的行事力核对 那如果说你们今年比较早开学的同学 那有可能你的学期结束就会比较早一点哦 所以你还是在学生的话 就请你尽量写六月三十号吧 因为这样对你比较有好处 因为你可以提前出发但是不能延后出发哦 那工作期间呢是十个礼拜 然后旅游期间的话是一到两个礼拜 所以你回国的日期预计是九月中以后 那你要什么时候回国呢 就是看你的工作时间是十个礼拜之后 然后你再去规划你要晚几周吧 就是自己再决定一下旅游的期间点是多久 那已经是应届毕业生的同学 就是你出发日期建议早一点 早一点去的话机票也比较便宜 所以是毕业典礼结束之后 那当然毕业典礼的话还是要依照各个学校为主 所以是六月五号到六月二十 然后工作期间就可以都做到九月三十号哦 所以不论你是否为在学生或者是你有实习学分 也可以工作到九月三十号 那旅游期间就是从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十 这个就一样自行安排 但是你一定要最晚十月三十号要上飞机 请你不要买十月三十一好吗 那义男的同学就是你可以出国四个月 从买机票出国的那一天算四个月一定要回国 否则后面有一些可能不能出国的相关规定的事情 你们一定要询问兵义科好吗 然后再来是旅游的规划 这里是提前先通知你们跟提醒还有建议你们 那ETA跟ESTA什么东西呢 就是注意DS2019J1的签证期间可以自由进出美国 也就是假设你台湾真的有事情一定要回国一趟 那你就可以在DS2019期间回国回来台湾再回美国去工作 那当然机票很贵啊对不对 所以可以入境加拿大 如果像我那时候在Ohio工作 我离加拿大非常近 因为在五大湖区 在离Toronto是蛮近的 所以如果你刚好有假或者是八月底之后已经慢慢变成半季了 因为都已经开学 美国已经开学就观光潮没那么多 你就可以去安排三天到四天的旅游团 因为旅游团比较划算 那只是要注意要办观光签证 加拿大的观光签证ETA 那如果工作结束之后 刚刚上一页有提到工作结束后是 如果你在学生就是十周之后 那如果你是应接毕业生的话 你就是9月30号之后 10月1号开始 你想要去加拿大再回美国呢 请你两个签证都要申办 一个是加拿大观光签证ETA加币7块 那一个是美国的观光签证 为什么我还要办观光签证 我不是有J1签证的吗 因为J1签证的效期 只有规定让你在 10月1号开始到10月30号 只能停留在美国 不能出境美国 因为一旦你一定要出境美国 你就要办美国的观光签证 才能再入境 否则你就是没有符合可以入境的身份 海关可以拒绝让你入境的 所以你就可以办这个美国观光签证 14块美金 都是线上刷卡 那听完这么多的话 当然后面这个签证 请前说明会会再提 不用现在先办 现在先办干嘛 因为他效期已经开始了 好吗 看看 看了这么多 有一些想法就好 在之后再安排旅游的一些计划 以上就是美国打工的说明 那如果你觉得听完我们世界旅学的安排 很想加入我们的同学 请你听完之后赶快做比试吧 我们都很欢迎你加入我们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可以提供你要在美国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帮你去解决问题哦 这个是两个最大的差异 我相信你花了这么多钱 也希望在美国有所收获再回台湾 对吧 那之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line询问 或者是在额外预约可以当面听讲解的日期咯 我先去解决 我先去解决 好吗 好吗 我先去解决 可以解决